每个人的一生啊,时间真的是有限的 就看怎样去体验自己的一生 如果你将所有的人生的精华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等退休以后可能已经错失很多人生的体验 几十年时间一晃眼就老了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年过半百,身体机能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仔细算一下 连我走得近的一个七九年的朋友都接近四十五岁了 首先身体以我自身来说确实变化很大 月经周期今年是彻底结束了 去年我还淡淡续续来了几次 今年开始完全结束了 然后我开始失眠很严重 经常半夜醒来几次之后难以继续入睡 还有啊,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一身虚汗 最糟糕的是,记忆力下降真的是很严重 今天早上我去健身房之前 水煮鸡蛋 就是把水快烧干了才想起来 平时啊,去楼上拿个什么东西 经常是到了楼上怎么也想不起来上的是干什么的 再回去楼下,想起来再去楼上 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有好几次手机也忘记在餐厅忘了拿 哎,要知道以前我的记忆力是超级好的 甚至五六岁时候的很多事情我都一直有记忆的 年轻的时候别的我不敢说 记忆力一直是最好的 记得我刚刚来美国考驾照的时候 就在家里看书一天,比试全对 那个时候我老公还告诉他所有的朋友 说,亏是你英语也不好 看了一天书,考驾照竟然满分 后面考房产指导也是 很多英文比我好的很多朋友 考几次都考不过 我在家就看书一个月,一次过 再看看现在的记忆力 真的是今非昔比啊 不得不感叹自己,可能真的是老了 虽然外表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但是身体的机能确实是老化了 眼睛也老化得越来越严重了 手机里的字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头发上的白发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了 这个时候确实不免会有些焦虑 再加上偶尔睡不好的时候 偏头痛犯了也真的是很难受 曾经我真的以为自己是得了忧郁症 好在我老公这两年脾气改了不少 要不然就我俩这 针尖对卖忙的这日子还真没法过了 好在我很快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还是得好好地爱自己 我还是很年轻啊 于是我很快去调整好了心态 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面对更年期身体所带来的变化 我在心里告诉我自己 更年期也不是病 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身体的一种变化 人生在世 心态决定一切 心态好 一切都好 心态差 万般皆难 我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睡不好的时候 属性就一早起床去健身房 进自己的体能去做一些器械训练 然后再去跑步机上爬坡 下午的时候再约上好朋友 一起去海边或者就在小区走路一两个小时 这样累了多少对睡眠有一些帮助吧 同时以前我不太相信中医 现在我也开始看中医了 以积极地心态去调养身体吧 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总是会有不如意和利紧的时候 如果不如意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人生 处处都觉得别人是亏欠你的 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豁达开朗 乐观知性 别亏欠自己 更别亏欠身边的人 我再反过来想一想 更年期也有好处的是不是 终于不再为每个月的月经烦恼了 之前总有那么几天肚子很疼 很多人需要吃止痛药 熬过那几天的月四 还有出去玩水上运动的时候 那几天总是不方便 家里剩下一堆卫生巾都给扔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了 人生已经过半 慢慢地从热闹的舞台上退下来了 好比就从一个知识的远言 退到台下的观众席 发现台下的位置也很多啊 人生的路更宽广 而且连过半百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拥有的东西不少 需要的东西却不多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拼了命地赚钱 为了生计打拼 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到了这个年纪 不用再去讨好任何人了 也不会在乎别人的评价了 每个人都有公益 知识的一面 不管是骂你还是夸你 其实本质上 他们都是希望你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别人的评价 听听就好了 别放着心上去内耗自己 也不要别人 因为站了几句 你就忘了自己是谁 七年后的我们 可能还有美好的二三十年 到了这个年纪 就不要太拼搏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又频繁地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享受每一天的快乐 平淡 到了这个年纪的 我会劝身边的年轻人 不要太拼命了 要把健康的身体放在第一位 好好地保养自己 吃健康食品 坚持健康饮食 取其生活方式 第一个活到一百岁的目标 咱们要努力拿个四五十年的社保 到那个时候老年人太多了 拿社保的人太多了 美国更加会破产了 据说现在社保里面的钱 已经不够支付了 过了五十岁的我 想躺着就躺着 不想躺的时候 就去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喜欢大自然 就去每天和大自然亲吻 我喜欢旅行 就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旅行 每次旅行的时候 当飞机开始起飞的时候 我总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总是在想时间过得真快 我又老了一岁 要再不去旅行 是不是过几年 更加去不了更远的地方了 旅行可以让我放空自己 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圈子 让自己对生活有一个新的认知 旅行的时候走在陌生的街道上 看着陌生的人群 好像是在寻找另外的一个自己 又像是在寻找年轻时候的自己 清空自己 然后反省自己 再清空自己 回来的时候 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很年轻 所以如果处在人生低谷 或者迷茫时代 我劝你去旅行吧 去放空自己吧 给自己一个心灵来一个洗涤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并不是很喜欢旅行 记得我老公还在上班的时候 他因为智力老 总是排在公司的最前面 可以挑选最好的航线 那个时候 他经常挑选 伦敦 或者巴黎 或者韩国的首尔 等等地方 就是等在酒店里面 作为一个备用的飞行人员 打个比方 就是说万一有人生病了 他就去替代那个人 但是那种事情的发生率很少很少 所以他基本就是在那里 待个15天观光而已 每次他都让我自己飞过去 和他会合 但是 在他上班的十几年时间里 我因为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后面我认识了我老公的同事的妻子 宁 宁他也是中国人 他告诉我 那个时候他基本上每个月都飞去世界各国 和他老公会合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年纪大了 在家里待不住了 在家里隔一段时间我就想出去走走 我还特别喜欢游轮 因为在游轮上可以躺平 想什么时候吃 就是游轮上一直有吃的 健身房就在楼上 通常是在12楼或者13楼 那就是你住在10楼的话 爬两层楼就到了 就感觉特别容易 然后在家里去健身房嘛 你还要开车 然后在游轮上嘛 你白天的时候 你跟坛出去观光 晚上回来 在游轮上睡觉 什么也不用超新 也不用订酒店 也不用去换酒店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舒服 那种感觉 我想这也是游轮上 很多老年人的原因吧 每次我离开游轮的那一天 我总是在电梯里走廊上 听到有妻子对丈夫说 亲爱的 我真的不想离开 老公总是回答 说是啊 我知道了 我们很快会再回来的 都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年过半百 人生进入了下半场 在剩下的这段旅途中 我们应该是以度假的心态 过好每一天 以一种完全松弛下来的心情 去自己喜欢的地方 看看山 看看海 看看自己喜欢的一切吧 50岁之后 人生的下半场怎么过 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以前想做 却没有时间做的事 不要被跟联其所困扰 无论你做是什么样的选择 只要自己觉得是正确的 开心就好 60后 70后的你们 想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下半场呢